一战时新兵打偏一枚炮弹,却改变了世界历史,神剧都不敢这么拍,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1916年,当时德法两国都已拼尽全力,为了能尽快战胜对方,双方都把目标对准了凡尔登。 凡尔登要塞是法国著名的军事要地,他像一把伸出的利刃,对德军特异,构成很大威胁,让德国人寝食难安,当时的德国人,一旦拿下凡尔登,就能打通去往巴黎的通道,一旦占领巴黎,法国将不攻自破一战胜利的天平,就将彻底倒向德国,为此双方剑拔弩张。 一战中最惨烈的凡尔登战役,就此打响战役初期,德国人占据了上风,27个师,外加一千门大炮战备不足的法军,被轰得毫无还手之力,1916年4月马斯河上游的法军阵地几乎弹尽两绝,炮兵也损失过半万分无奈之下一群毫无实战经验的新兵,被拉上了阵地,希望能够阻挡德军攻是此时一个意外发生。 了重炮威慑力很大,一个新兵对炮怀有本能的恐惧之心结果紧张的手忙脚乱,再没有瞄准的情况,下胡乱开了一炮,这下可闯祸了本来弹药就不够,你乱开炮就算了还打的。 这么乖敌人的阵地明明,在东北边炮弹却落在了西北,就当指挥官气冲冲的吵。 他走过来,时一个奇迹发生了只听西北方向,先是传来一阵闷响。 紧跟着是一连串的巨,烈爆炸整整持续了半个小时。 原来这里是一片森林的国人为了安全起见,特意把弹药库选在了这里。 法国人绝对想不到,但是命运真会捉弄人。 偏偏这颗打歪的炮弹竟然神奇,搬得钻进额弹药库通风口,将里面的全部弹药全部引爆了。 顿时一战期间,最大规模的爆炸开始了。 德军花尽心思准备的60万发炮弹和其他大量弹药,在半个小时之内全部爆销。 纵使德国大炮再精良,数量再多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一千门咆哮的大炮没多久就全部哑了火此时法军援军及时赶到加强了纵身防御。 而德军却面临弹药不足的局面,加上战略预备意没有及时增援,使德军从此放尸突破法军防线的机会这幸运的一炮,让法国人最终取得了战役胜利,也成为一战的转折点。 德国自此逐渐走向失败,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真是神剧都不敢这么拍。